台湾海洋向前行 台湾海洋向前行 歡迎各位再次回到海洋之窗 台湾海洋向前行 我們今天的特別來賓是 中山大學的王維賢王教授 王維賢王教授他為我們 談到一些我們沒有注意 但是其實非常普遍存在的 有機污染 譬如我們的防曬的 東西裡面所不中出來的一些 殘存的有毒的物質 其實不只這些而已 還有一些其他的東西 我們讓王教授 在最後的這一節為我們 做一些說明 謝謝 剛剛各位談到 像一些 防曬乳液裡面 一定含有的防曬劑 很自然就來到海水 的環境裡面 那這邊有一個地方 有一個東西我也想跟各位再介紹一下 就是剛剛提到這些個人護理用品 幾乎每一樣裡面 都會加一些防腐抗菌劑 因為這些 這些保養品都是裡面 含有很多營養性的物質 那很容易被微生物滋長 是讓它腐敗 那這些防腐抗菌劑呢 添加比較多的 是有一些東西叫 我們叫它叫Pyrabin 它是一個很簡單的分子 就是一個對槍基 本甲酸的一個衍生物 那它的衍生物呢 它差別就在這個 本甲酸這個酸根上面 接上一些不同的質類 一個碳兩個碳三個碳 這些純類 那另外還有一個 叫做三綠砂 Triclosan 這也是大家常常使用的一些 防腐劑或抗菌劑 那這些防腐劑抗菌劑 就如同前面用的 防曬劑一樣 我們用了以後 我們每天可能在 淋浴洗澡的過程中 它進到這個 那個 隨著這個 下水道系統 來到河川 來到海洋 或者直接就進到海洋了 那 那個 他們 因為可以抑制微生物 所以各位想必知道 它一定有 所謂的這種抗生的活性 就是有一定的毒性 講白一點 那 我們同樣也是在 恆春半島 這肯定國家公園 這些 這些遊客喜歡去的這些海邊 去做過一些調查 那我們發現 跟這個前面談的這個 防曬劑一樣 在每個地方 我們都看到這些 防腐抗菌劑 那當然他們的成分 就是高高低低的 不過最多的 最多的 大概是有一個東西 我們叫 那個 甲基 就是 剛剛講的 本甲酸那邊 是用一個 甲基接上去的 那 第二個大概就是 三個碳的餅基 就是餅基的 這個 當然也有一些 三綠沙拉等等 其他的這些 這些 所謂的 防腐抗菌劑 那 那 當然在大部分的 區域濃度 大概還不是那麼高了 但是 因為這些東西 我們對它的了解 還不是那麼完整 尤其對海洋生物的了解 還不是 就他們對海洋生物 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了解還不是那麼透徹 所以 不管怎麼樣 我們應該用戒慎恐懼的態度 來面對他 來 王老師在看我的時候 他就知道我要插話了 因為他太客氣了 他說他不知道他對環境有什麼樣的影響 但是他認為是有 所以我們應該戒慎恐懼 王老師剛才應該 不小心也講出來一個重點 因為這些都是防腐劑 它基本上就是抗生的 對 抗生 什麼叫抗生 它基本上就是殺菌的 讓微小生物 它就能夠抑制它生長的 海洋中間 最重要的 生物的環節之一 其實不是珊瑚 也未必是魚 也未必是蚌殼 也未必是蝦子 海洋中最重要的生命環節的連結鏈 其實是微生物 就是海洋裡面的細菌 微小的藻類 所以王老師剛才講的話 我每次都講 他輕輕的講 我們重重的嚇 我是受到驚嚇的嚇 所以我也希望透過像我們這個節目裡面 把我們輕輕講的人的聲音把它放大 然後讓大家一起可以為我們的環境或者海洋 做更多的關切 可是我們還可以聽他輕輕的講什麼呢 王教授還是要丟到你手上去 好吧 我剛剛當然談了一些題材 或者說我們自己實驗室去做了一些研究調查 看到真的是我們所使用的這些各式各樣的化學物質 真的已經如水銀泄地 無孔不入 在海域裡面到處都看到 到處都看到 所以簡單講就是說 我們人的活動真的已經干擾到我們的環境 已經干擾到我們的環境 所以我們真的要深切地寢思 就是我們在我們這個科技文明發展的過程中 我們開發的各式各樣 對我們是一種很好的東西 剛剛提到的這些所謂的保健用品 但是我們現在是在海洋的環境 它真的會造成一些影響 可是當我們使用它之後 它來到自然界 對周遭的環境 當然我們現在focus在海洋的環境 它真的會造成一些影響 這是我們應該要共同去認真看待的一個課題 當然我個人認為要把這些事情做好 它的前提是我們還是要累積足夠的知識 尤其是正確的知識 這樣我們才能確保我們周圍的這些生態環境 海域環境它不會受到干擾 或者是受到最小最小的干擾 波皇教授 您剛剛提到的是一個比較大的概念 您可不可以更具體的講一些 我們在日常生活中間所使用的一些保養 美白 我們覺得非常自然對我們有幫助的東西 其實是有它的潛在問題的 更細一點 比方說吧 我們常使用這些防曬乳液 裡面有各式各樣的成分 它一定會有這些防護抗菌劑 但是它相對含有更多的這些 所謂的防曬的成分 當然法令裡面它都有規範 這些防曬劑你添加的容許量是多少 你不能超量 那比方說 我這邊有一張照片 這是尼維亞的一個防曬劑 我後面有標示出來 它裡面就含有這個所謂的BP3這種防曬劑 那BP3防曬劑在法令上的規定是 它不能超過6% 那6%還是很多 那這些東西呢 它為什麼可以防曬呢 最主要就是說它本身 如果各位對化學有一定的認識的話 看到它的結構就知道 它對紫外光會有不錯的吸收 那它們吸收的這個能力最好 差不多是在300奈米左右的紫外光 那各位知道 這個太陽光到達地表的時候 事實上很多短波長 300奈米以下這種紫外光 大概在高空已經被臭氧吸收差不多了 所以到達地表以後 剩下的紫外光大概是300奈米以上 到400奈米以下 就是300到400奈米 這些波長的紫外光 那就交由這些 我們所使用的這些防曬劑 像剛剛我提到的BP3等等 它們就再把它給吸收掉 因為紫外光各位知道 它是相對能量比較強的一種光 那它照到我們皮膚上的話 它可能會引起我們皮膚裡面的一些化學變化 說穿的就是一些病變 那如果很不幸的 它是引起的是DNA的一些變化的話 那可能就會造成一些類似什麼癌症等等 皮膚癌這些東西 王老師其實講的東西 它給我們一個矛盾 就是顯然這些防曬劑 它的使用是對我們身體的健康 有保護的 可是它使用的成分中間 如果沒有適當的使用方法 或者我們要一直用怕曬劑塗太多的話 又是對環境有傷害的 那所以你有沒有一個建議 我們應該怎麼樣的角度去使用它 或者更方有一點去管理它 有沒有一個想法 國外有一些比較注重生態保育的區域 它是禁止去使用這些防曬劑 可是我們也知道不使用它的話 第一個 我們皮膚會接觸比較多的紫外光 那它可能對健康會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 這是不容諱言的 那另外一個當然 在目前那麼講究美白的這種環境下 說不用是不可能的 那我個人認為我們就是平常心吧 該使用它的時候就去使用它 那這些使用大概都有一定的規範 那至於所使用這些防曬相關的產品 在國家的法令上也都有明確的規範 那這個規範也是根據一些科學的 實際上的證據或實驗結果去做規範 那台灣其實還滿有意思 我們所有的規範都跟歐美亦步亦趨 所以比方說我剛剛提到的BP3 我們用6%去看很多國家的法令 大概就是6% 那BP1 10% 我們大概也是10%左右 所以我覺得它的從科學角度來看 它的安全性應該是被考慮的 可是我們講的這些都是針對人 針對人 那我們沒有去想到海洋環境 因為最終這些東西 尤其像台灣這種海島國家 可能有很大的比例都到海水裡面去了 除了您剛剛提到的這些 我們比較熟知的環境荷爾蒙 我們比較不熟知的防曬劑 或者甚至這個美白劑以外 你有沒有在有一些其他的研究上面 也覺得在這個新興的 對環境有潛在危害的成分 是值得我們大家現在來分享一下 未雨籌毛的 我剛剛談的 當然都是一些化學性的物質 化學性的物質 當然不管是一些防曬劑 或者是那些防護抗菌劑 它們都是有機化合物 事實上新興污染物裡面還有一塊 就是一些奈米的顆粒 奈米的顆粒 奈米顆粒 事實上現在有很多研究證實 它會對一些海洋生物造成負面的影響 譬如 比方說 最近我們剛剛有一個論文出來 是氧化心 奈米顆粒 它確實就對 珊瑚的細胞膜 細胞膜的一些組成造成一些影響 那 我相信 像很多其他奈米顆粒 像二氧化鈦 奈米銀 這個奈米銀都是很有活性的 是奈米碳管 那 當然這些研究 它都有一定的難度 一定的難度 但是 我覺得這是一種負責任態度 你使用它 你就應該知道 它可能會造成哪些後面的效應 因為我們現在在用它 就是因為它有某些好處 我們去用它 但是 接下來 這個應該是我們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這就跟我們現在所面臨的環境污染問題 非常類似 是 我們在創造以前 我們的工業 或者我們其他的這種大量的這種污染之前 其實是因為它是對我們有好處的 然後我們才發現它留下來的污染啊 或者破壞啊 可能我們要花十倍的精神 是 確實 還沒有辦法去恢復它 當然 現在 現代的這個社會 我們 也不是那麼不負責任 大概 我們開發某個東西 或者製造某個產品出來 去用它 我們當然也考慮到它後續 比方說它產生的這些廢棄物 如何處理 只是 有很多東西 是 我們 可能死了未及 可能 還不清楚 那這些地方 當然 不管怎麼樣 我們知道了 我們就應該立刻去想辦法 去解決它 去做點補償 我剛剛想講這個意思 在節目開始的時候 王教師問了我一句話 講說 主持人你看了這張照片是不是很有感觸 我說沒有感觸 你還記不記得 那我現在可以講說很有感觸 就像我剛才講的 我們今天在談的事情 王教師用一個很溫和的 很委婉的方式慢慢講出來 但是他所從事的 而且在這二三十年來 他已經所累積的知識 讓我們看到了一個非常重要 而且越來越重要的一個海洋污染的區塊 可是我們還並不是很了解的 那譬如他剛剛講的 最早我們比較知道的 有機的錫對不對 然後呢 他又發現了更多的環境荷爾蒙 讓公的變母的 母的變公的 然後他又發現 我們最近十幾二十年來 越來越推展的海洋觀光油器 其實是有它的負面的 譬如我們的防曬劑 譬如我們的防曬劑 防曬劑裡面所含的保養的一些 抗菌的一些東西 那未來可能更多的 從我們的各種各樣塑化也好 環境中間產生的一些衍生性的產品中間 海洋有機污染會對環境造成什麼樣的衝擊 實在是很難以想像的 為什麼我們現在忽然開始有感觸了呢 因為之前王老師他是在化學系 就在教授大學化學系 我們是 我剛剛講說我們是學長學弟 我是在海洋系 那我是陷害他陷入海洋的人之一 可是回頭一看 他其實對海洋的貢獻 可能超出我們原來陷害他的期望 我們今天非常感謝中山大學 海洋生物科技與資源系的 王維賢王教授來到我們的節目 為我們揭開了海洋污染跟有機化學 新的一個視野 歡迎您下一次有機會再回到我們的節目 在開 Werner會看 我們開始就ек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